哈喽小伴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画另外一幅紫藤 那所用到的油画棒颜色 还是跟上一个教程是一样的 纸张尺寸呢是十寸时的一个尺寸 准备好这些 我们再准备一只这样的小擦笔 就可以开始咯 那首先第一步我们用铅笔 把这个屋檐的部分呢给它找到 这个屋檐用瓦片的一些特征 先用铅笔轻轻的勾勒一下 把它们的位置还够图定好 这一步我们先大概画一下 把它的框架 然后这时候我们拿出婴儿蓝 第一遍是把天空给它全部涂满 这时候我们拿出黑色 把这个瓦片下半部分的这些暗部呢 都给它稍微画一下这样的半圆线 大家有看到吗 都是在瓦片的下半部分 好这时候我们把滴水瓦下半部分 这些黑色也给它找到 那我在画的时候 其实有个习惯就是先把暗部呢 都给它统一了 暗部找到之后 亮部空着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灰色 把瓦片它本来的颜色呢 给它涂一涂 涂完之后我们的瓦片它的颜色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呢 我们用这个擦笔 把它的暗部给它混一混颜色 让它有这种阴影的感觉 好这时候阴影处理好之后呢 我们再用小刮刀 把这些细节稍微给它刮一下 因为至少让这个瓦片的形状 看得出来 它是不是那么半圆的感觉 是有一点点尖尖角出现的 再用刮刀适当的调整一下 它这个阴影部分 轮廓也稍微清楚一点 这时候我们用这样的稍微尖一点的小针 或者刮刀 都是可以把这个线条 这种纹理给它表现出来 刚好把每个小瓦片的轮廓 给它勾勒一下 刚开始可能没有形 再勾一下它的形就出现了 刚好用刮刀 把这亮部提亮一下 好这时候我们用黑色 再把它的暗部加深 暗部加深之后呢 同样的方法是用这个擦笔 给它统一一下暗部 这时候我们再来一点 这种有点像原木的颜色 其实就是屋檐下方 这种木质结构 好这时候我们再用刮刀刮一点 这一片是有点水泥的感觉 也是用灰色 然后刮一点这样的纹理 让它显得更加的生动一些 不然就太生硬了 好这我们用手给它很像涂抹 最下部分呢 我也是用黑色给它全部涂上的 涂完之后我们来一点用刮刀 这边的漏窗呢 我们是直接用粉刺针或者刮刀 给它刮出来的 像是刮刮乐一样的 因为它底色就是白色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黑色刮完之后 它的一个底色就露出来了 这也是一个在画油画棒 经常会用到的这个小技巧 大家可以尝试尝试 那这边呢我们在画的时候 尽量要把它这种对称的美感 给它找到 因为中式园林当中很多这种建筑的美学 它讲究一定的对称 还有就是造型的小巧精致 所以呢我们在刮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 别给它刮坏了 好这边我们把这个花窗部分呢 处理好处理好之后 我们开始画左边这一片这样子的紫藤花 我们先把藤蔓找到 其实跟上一次的教程是有相似之处的 我们在画的时候 同样先把这个方向感给它确定好 然后藤蔓呢 尽量生长的更加的丰富多样一点 不要太生硬 因为毕竟它是种缠绕式的种植物 好这时候我们把这些枝找到之后 我们开始第二步 拿出这个浅紫色 我们用刮刀 刮下来一些 先把上半部分的紫色找到 上面所有的浅紫色先找到 每一刀下去它就是一个小花瓣 刮完这个浅紫色 我们这时候用稍微深一点的紫色 好这边我们先统一看一下 把这花的位置先定好 这样也方便我待会用稍微深一点的紫色 可以做到统一的一个效果 好这时候我们开始拿出深紫色 在每一个浅紫色下面呢 让它来一点这种有浅到深的变化 你们也要注意这个花的一个形态 它上面大下面小 呈现出这种倒三角的感觉 有种拉长的三角形 好这里我们来一点深紫色 把这个颜色再做个区分 让它上面浅下面深 从浅到深的一个变化 好这边我们把所有的紫色都处理好了 之后我们稍微来一点点白色 让这个花瓣的颜色稍微提亮一下 因为整个背景颜色比较深一点 所以呢我们在近处这些小花上面 可以稍微加一点点白色提亮 这样一看你的整个这种紫藤 它就有一个对面 好这时候我们拿出这样的黄绿色 或者抹茶绿 直接从里往外刮出这样一个个的小叶子 大家有看到吗 顺着这个方向刮就可以了 这个叶子刮完之后 我们今天的这一幅也就搞定了 这两次我出的都是关于紫藤的一个画法 那构图上面可能有一些不一样 那喜欢的小伙伴可以挑自己喜欢的去画哟 好我们这时候把四周指条带撕一下 看看更多的效果吧 我们可以离近看一看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紫藤花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